好 我講攝影的好處 阿公 我做到一個拜託三個禮拜 到四點就好了 再十五點 三個禮拜接到一個拜託 叫我去拍一個熱山寮陽宴 我想從前提來 說 攝影可以讓你知道很多事 我介紹很多人 看很多 參與很多故事 參與多歷史 風界熱山 熱山嘛 對 大家都這麼說 我比較聽到的也是說熱山 是熱山 是熱山 但是熱山 喔 沒聽過 對 我現在就講個故事 我說我曾廣見你 那個 熱山不是因為 因為回龍要看 蓋肌營之後看了很多 這個熱山跟熱山怎麼來的 有一個 英國人 加拿大藝的宣教師 叫做戴人壽 這個我告訴你 醫生 戴人壽司 台南一個新羅醫院 因為瑪雅客 所以要回來後來就叫這個戴人壽司來 來這裡做 前做壽司沒有做不定 要人壽來台灣之後 看起來像台灣名字 是加拿大藝的人 因為後來加拿大藝 我告訴台灣那個麻風病喔 很嚴重 台灣人壽司的衛生 也有好良的醫療 所以是低落 他說 下水心喔 要來 把台灣人的這個麻風病 台灣人壽司的太高了 都做一些事 所以就 催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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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新真肥龍 那妳找一塊地 一個山坡地 都要蓋啊 熱山 大概策劃的時候 日本政府 日本政府 那個時候是日本政府 這個應該政府來做 所以日本政府就接收了熱身 戴仁壽醫師就說 政府是政府的做法 他想說他也要他自己做法 我們後來 政府低伸手低伸手 我等他去做 他一直在幹水 走走走走走 走到八里 八里 看到一個山坡地 中午去 早上去拍的那個地方 然後在那邊弄了一個熱身療療 熱身療療 是這樣啦 也是收容那個麻蜂病犯 那個一個是政府的 一個是私人的 所以那個熱身療療療療 已經有巴士女的歷史 那紅鎮子 都紅鎮子出 那一間很漂亮 紅鎮子夠長很漂亮 都沒有人知道 裡面還有人 裡面還有人 現在 在1971年以後 就開始 因為那時候麻蜂病 有慢慢的 沒有人 現在在收容那個重症跟其重症的身心障礙 現在有收容120幾個 真的腦性麻痺了 或者是脂重度的 那現在趕緊拜託你們 說得這麼適合 他們現在有那個台新喔 有基金會喔 有一個贊助的案子 贊助的案子 比如說有很多那種MGO都會送案子去 要隨便贊助嘛 我們好像說有一個 看在網路上喔 投票最多的喔 補助最多這樣 所以你們 去那個 我只有一張 你幫我處理一下 網路在那裡 看要怎麼去投票 你投票 一個機制不是案站出來 譬如說 你要去的網站 啊 登入三後 你要登入三後 他還給你一個號碼 製造的 這位就這樣 我會分享我 阿彌要處理一下 我已經去投一個網票了 我剛才去投一個網票了 阿彌要傳給大家一下 放給我處理一下 去把它包丟一下 那它是一個私人機構 它需要大量的對我目標 所以慢慢去把那些攝影機構 攝影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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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做比較好的介紹 然後看能不能募得到更多的情 所以我就發動我的 螞蟻相片 我心中一直攝影機 這樣 要處理這個事 都處理到剛剛才會啦